大家好 欢迎收看世界的中国节目 今天是2024年5月6号星期一 周一我们看到习主席来到了欧洲 刚才我们看到我们的姊妹频道 今日华尔街已经开始了突发的报道 那就是习近平马克龙以及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兰恩的三方会议正在进行 遗憾的是我的法语不太灵光 反正听着马克龙绕了巴基 罗里巴索的在那做开场白 我也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但是大概的议题 我们在这之前都已经有所了解 那对冯德兰恩来说 他主要是就中国和欧盟在和平与安全方面承认有共同的利益 这里面主要是指他希望中方配合能够结束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 建立公正和平可持续的和平 同时他们也在经济领域对布鲁萨尔和北京之间有实质性经济关系的挑战 有非常清晰的认识 具体来说那就是欧洲担心 中国把过剩的生产能力倾销到欧洲 特别是电动汽车等等领域 这都是冯德兰特别担心的 当然对这一点 习主席以及中国交部等等方面 在这一次会见之前就曾经予以了驳斥 予以了驳斥 那马克龙在这两个方面呢 也都对欧盟予以呼应 因为它毕竟是欧盟里面比较主要的国家 更重要的 我告诉大家 为什么法国很重要 是法国在欧洲国家里面是唯一有核武器的国家 这一点很重要 那我们再来解读一下 这一次为什么选择这三家 那首先看法国 法国是欧盟的27个成员国之一 在面对中美竞争的时候 这个法国有点像透了一密码 他倡导欧洲的战略独立 不要老听美国的 在北京眼中 法国就是一个首选的理想国家 中国寄希望于让法国来消除传统的跨大西洋联系 具体来讲就是美国和欧洲的联系 并且从欧美可能的分裂中受益 所以法国是中国的利益代理人 在欧盟里面 起码是这样的 当然还有德国 现在虽然经济正在放缓 欧盟委员会在五项不公平竞争调查中 将中国列为目标 但是在习主席来之前 就已经开始了排雷行动 法国实际上现在是所有中国新产品的新技术的大市场 从电动汽车到太阳能电池板 因此在帮助中国产品打开欧洲市场方面 或者是对欧盟将要对中国产品采取的反倾销措施方面 中国习主席希望巴黎能起到一个桥土堡的作用 就是阻挡住欧盟这么做 那这个是不是空穴来风 是不是打空炮呢 不是 不是 就在刚刚我还查了路透社的报道 法国财政部长布鲁诺勒梅尔刚刚表示 如果中国电动汽车巨头比亚迪决定在当地开设工厂 法方将表示欢迎 勒梅尔在当地汽车行业高管的一次会议上说 法国欢迎所有工业项目 非常欢迎比亚迪和中国的汽车工业 那现在比亚迪在欧洲在法国有多牛呢 有多牛呢 在法国啊 比亚迪就有23家分销店 目标是今年年底达成80家 当然目前比亚迪在当地的主要车型啊 是auto3 auto3啊 官网显示的在售的车型 包括海豚海豹汉堂和海豹右啊 这些在欧洲啊都会是非常畅销的啊 我不敢想象到时候啊 法国巴黎的乡下的一些大道上啊 都开的是有那个汉堂标志的比亚迪啊 那真的是中国对欧洲实现了经济殖民主义 那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上 关键的一步已经实现了啊 习书席啊 中国在这方面步伐是非常坚定的啊 措施是非常到位的 前景是非常明确的啊 欧洲啊很可能会被中国拿下来 因为说半天啊 说的是主义 心里想的都是生意 对欧洲来讲尤其如此 那而且中国特别喜欢玩什么 就拉一个打一个啊 汤郎补缠黄雀在后 法国为什么表示出来要比亚迪赶紧来 是因为 比亚迪和这一次习主席要去的其中一战匈牙利 已经搞得是如火如荼了 比亚迪在欧洲地区的本体化取得的最实质性的突破 就是在匈牙利啊 今年年初的时候啊 比亚迪就和匈牙利的一个市叫赛格德市签署了 比亚迪匈牙利工厂的土地预购协议 你看土地都买好了啊 那 所以匈牙利在这方面和中国啊 利益更是走在了一起 那除了电动汽车和比亚迪啊 全面拥抱以外 匈牙利还打算成立世界第二的锂电池公司啊 靠谁那当然还得靠中国 所以在匈牙利啊 习主席啊 将听不到任何批评的声音啊 各种抗议之类的 应该也不会出现在匈牙利啊 那在巴黎这些国家就难讲了 另外啊 除了在电动车电池这些领域 匈牙利要依靠中国的行业巨头 像比亚迪和宁德时代以外 对大部分欧盟国家都表示 疑惑的一带一路倡议 匈牙利不仅是首个 同中国签署一带一路 合作文件的欧洲国家 而且在过去几年中 积极拥抱中国的投资 2023年 中国已经成为匈牙利最大的单一投资国 投资金额超过107亿欧元 到今天夏天 布达佩斯和中国城市之间 每周将有17班航班 说起来大家都不敢相信 布达佩斯和中国啊 每星期有17班啊 所以啊 匈牙利跟中国的利益 已经紧紧捆在了一起 甚至在俄乌战争方面 匈牙利也已经开始配合中国和俄罗斯的立场 比如说针对啊 这个乌克兰加入北约 针对西方对乌克兰提供的经济援助 军事援助匈牙利都不是特别的配合啊 所以匈牙利那真的是已经被中国拿下来了啊 那提起塞尔维亚 那就更不用说了啊 塞尔维亚 那习近平是怎么描述的呢 塞尔维亚现在总统啊 叫武器齐啊 去年10月武器齐到中国参加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团 习近平对他说 塞尔维亚是中国的铁杆朋友 两国关系经受住了国际风云变换考验 所以你看既然吸入吸入了铁杆朋友这个词 那中国的外交部 新华社 人民日报等等等等 这些媒体 在很多的媒体在报道里面每次提到塞尔维亚的时候啊 他们都会提到铁杆朋友这几个词 那提起塞尔维亚中国人心头啊是悲喜交加还有些心酸 为什么1999年北约对南斯拉夫轰炸的时候 美国的导弹击中了美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 有三名中国人员去世 其中有新华社的记者 邵云环 有光明日报的记者 王毛虎 还有他的妻子啊 都在这次轰炸中上升 那一年啊 我认为是上个世纪 中国人反美的高潮 引发了大范围的示威游行 我依稀还记得啊 老江还有中国的这个啊 很多的领导人 都将这个事件啊 啊作为在中美关系里面 比较有转折点的一个啊 那也是中国民主主义叙事的一个高峰 一个标志性事件啊 那在这一点上 回忆起当年的事情了啊 没有脱轨 仍然是最后和平解决 也是和当时中国国内的领导人啊 有一个基本的共识 就是不能让这个事件呀 derail啊 就是让整个中美关系脱轨 虽然口号叫的响啊 虽然政府也派那个大巴车 把北大清华人大的学生 一车一车的往那个中国 美国驻中国大使馆门前送啊 去游行 学生啊也获得了几十年 或者是一辈子当中没有享受过的自由 往使馆扔石头啊 扔鸡蛋 我当时啊就在那个使馆前头 人流涌动了 但是在这种时候 中国当时还是体现出了一个战略自信 就是绝不能让这个事情影响了大局 把这个事情之后按下来了啊 按下来了 那实际上大家不知道的是 在第二年 北大清华的学生想再去纪念 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炸一周年的时候 都已经被当地的国安控制住了 谁也不准出校门 不准去了 你看 所以你表达爱国 你为自己被炸死的同胞 想去纪念他们的时候 你也得配合整个国家和党的大节奏 大方向啊 你要踩准了点儿 你就能放肆一把游行 设备扔鸡蛋 你要踩不准你还想干啊 你就是寻寻知识的啊 流氓分子啊 所以到第二年大家都听不到这种纪念的声音了 当时我还记得呀啊 我当时正在新东方读书 哇塞新东方的时候简直就是一个反华分子大本营啊 那个当时啊 一个教这个单词的老师姓宋啊 山东的在那里说啊 什么他妈的大国外交啊 什么叫真正的强国 你把我的大使馆炸了 我先扔几颗炸弹过去 先把你啊 美国在洛杉矶的啊 这个相关机构 华盛顿的相关机构 我先炸两个炸了以后再开始谈啊 我也可以道歉 但是啊 如果只让对方道歉啊 啥也没发生 这是一种软脚械外交的一个表现 当时啊 他这种润调在中国的知识分子和老百姓那里 得到了罕见的共鸣 那当然这一切都没有发生 那这一次又可以用来做文章了 因为据说习啊 会在当地参加相关的纪念活动 就是纪念美国轰炸中国大使馆25周年 如果这个事情真的发生的话 事实上 我认为啊 叫天道轮回 叫啊 时事宜人 机缘又到了 那就是会用这个时机 习和中国的民族主义者 不管是党内的党外的 又会利用这个时机啊 牢记就是美帝是我们的敌人 绝对不是我们的友人 因为你啥从技术分析上来说 当年他们用三枚导弹从不同角度精准轰炸了中国驻南联盟使馆 你怎么能说不是故意的呢 你就是故意的啊 而且就是在那样一个实践里面确实也让中国党内的很多人啊 认为美国鬼子靠不住啊 再拉长一点这个时间维度的话 那就证明啊 当年那个事件也是让中国铁了心 要跟俄罗斯联手对抗美国的这么一个战略决策就已经有了啊 他们不相信那是一个偶然的东西 但是呢 我也跟军方跟很多的这个人啊 和关国际关系这些方面都啊 都做了些深入的探讨 我认为啊 当年中国美国轰炸中国驻南联盟使馆 是一个精心设计的错误啊 就是目标啊 选错了 他有病啊 他他轰炸中国驻南联盟使馆啊 目标选错了 但选了这个目标以后 围绕着这个目标展开的军事行动 那是精密协调 精准轰炸的 确实是 所以呢 但是中美双方都从一个不同的角度啊 去解析这个问题的时候 得出的结论都有道理 也都不是全貌啊 当然 当年很多这个人说啊啊 这个南联盟使馆里面的几位都不是普通的工作人员 这好大的啊 这个都是常识 当然不是普通工作人员了 但是即使不是普通工作人员 你也不应该炸他嘛 那毕竟是使馆 那毕竟是在国际法里面 那是受国际法保护的 那是中国的领土拜托啊 所以当年这个事情美国确实是做错了 但美国也挺有意思 他做错了吧 他当时就认错了 说对不起 我炸错了 真的炸错了啊 所以在美国的这边的这个我跟各方面的接触也看了很多资料 美方的智库军方媒体没有意义 就是确实认为炸错了 但不认为是中方描述的处心积虑的就是想炸中国使馆 所谓用这个方法来测试中国的战略底线 没有那都是你们想多了 那当然啊 这段经历还不还不是中国人心目中对塞尔维亚对拿斯拉夫那篇热土最深刻的记忆啊 最深刻的记忆是啥 那不电影吗 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 那是我小时候看了不下20遍的电影 因为没别的可看啊 就在农村的那个那个大操场上啊 看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一遍又一遍的看 那个瓦尔特就是南斯拉夫人啊 就是塞尔维亚人具体的说啊 所以那个时候就让大家一提南斯拉夫塞尔维亚撒拉热窝 拨黑啊 当年都叫南斯拉夫 大家油然生气的是什么 是意识形态上的共鸣 以及同仇敌忾的决心 我们跟瓦尔特就是站在一起的 那这一次习主席访问 这个塞尔维亚 再次如果去拜访 中国驻南联盟使馆纪念25周年 被轰炸这个事件啊 再加上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 会让中国普通的民众心中觉得 我们和他们就应该是一家的 和他一家的还应该是一家的 还应该跟俄罗斯一家的 来抵抗欧美的这波势力 所以中国的民族主义 它是有很深重的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 也有很深厚的这个民间文化影视文学的影响 那都是有的 那这一次 能不能起到相关的作用呢 就是说 比如说不管是法国还是 冯德莱恩 都希望中国在乌克兰的事情上 能够 对俄罗斯施加一定的影响 别这么打了 不会的 我告诉大家不会的 因为现在这个世界两个阵营 已经形成了 冷战正在进行之中 热战也或许不可避免 而且中美之间 最近一个会谈 大家记得吗 就是布林肯到北京见王毅 在跟王毅见面的过程当中 我认为中国的战狼外交 更具杀伤力了 不是像以前跟傻逼似的 弄个什么厉害了我的国那种电影 自己只有五分实力 给他吹成十分 还对别人说我要弄你了 我要弄死你 结果怎么样 被美方一阵乱全 打的什么2025中国制造 什么厉害了我的国 都销声匿迹了 都猫着了 连什么千人计划都不敢提了 千人计划这帮孙子 现在都夹起尾巴了 但是中共有很强的自我调试能力 也有很强的能趋能伸的能力 很多事情埋到地下 他接着干 干得更狠 另外 在外交辞令方面 现在讲的也更有艺术了 布林肯来见王毅 王毅啊 拉出了三条红线 这是中美关系里面 特别值得重视 也是具有分水岭意义的一个事件 什么叫做拉出了三条红线 因为中美之间原来只有一条红线 一条是什么 一条就是台湾问题 这是中国的主权问题 不得造次啊 所以中国中美之间只有一条红线 但是这一次成了三条啊成了三条是哪三条呢 第一啊 美方不要干涉中国的内政 不要打压中国的发展 不要在涉及中国的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上踩踏中方的红线 所以这次是画了三条啊 不光是台湾问题了 你啊干涉我的内政 比如说涉港的涉疆的涉藏的 也不行 不准干了 还一条就是中国的发展权益 我的出口产品 我的电动车啊 这些事情你都不准再设置障碍啊 TikTok这些问题都放在一起了 所以美中国的这个外交人员啊 王毅为代表的这个战狼外交 实际上比以前更专业更狠 对美的态度更明确了 而不是更怂了啊 这一点我希望大家能够认识清楚这一点啊 那除了王毅这么讲以外 这一次习近平来到欧洲 来到法国萨尔维亚和匈牙利 普京啊没闲着啊 普京没闲着 普京在干什么 俄罗斯国防部刚刚发表了一份声明 他们将 在不久的将来啊 举行有驻扎在乌克兰附近部队参加的核演习 以回应西方领导人对莫斯科的危险啊 为什么这么做 国防部还补充说 这次训练只在保持军队保护国家的战备状态 到时候参加演习的有空军海军还有南部军区的部队 南部军区就是指正在参加俄乌大战的这个南部军区的这些俄军人员 这里面还包括莫斯科声称已经吞并了的乌克兰东部地区 虽然具体演习的时间地点没有说明 但是习主席前脚刚到欧洲 俄罗斯就宣布进行核演习 拜托 这难道不正式应验了 当年中国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利战书去俄罗斯的时候说 你们干吧 我们会在相关的场合和你们侧应 你看侧应就来了 那俄罗斯是不是打嘴炮 只说不干呢 不是 2023年夏天 俄罗斯已经在白俄罗斯部署了战术核武器 武器已经到位了 而且在理论上在官方的政策上也做好了准备 俄罗斯是怎么说的 俄罗斯比中国很多了 中国说的啥 中国承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 俄罗斯不是这么说的 俄罗斯说 如果俄罗斯遭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袭击 或是在使用威胁国家生存的传规武器进行侵略的情况下 可严格防御性的使用核武器 他说我可以使用 只要我认为我俄罗斯要完蛋了 要打败了 我就可以使用 那而且已经有了 更关键的是有中国这样一个同盟 这难道是开玩笑 难道是恫吓吗 不是 普京已经做好了这个准备 我们很难想象 很难想象 习主席前脚刚到欧洲 俄罗斯 普京就威胁要进行战术核武器的实验 他们中间没有沟通过 肯定沟通过 这应验了一个什么 就是当上一次习主席在俄罗斯和普京见面的时候 临走了 想起一句话 转头跟他说 现在世界正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我愿意和你共同引领 你看这一切都应验了 所以我们的朋友 我们的媒体 我们千万不能做傻白甜 现在世界 处在分分秒秒的危险之中 中国 中国 俄国 北韩 加上欧洲的匈牙利 甚至是法国 都已经可能 两大阵营的这个 斗争的烈度会越来越高 什么时候演变成热战 也不是没可能 你要觉得不可能 那俄国大战都已经打了这么多了 打之前你觉得有可能吗 也不觉得有可能 这不打起来了吗 所以世界在动荡 我们只能说 祝愿我们的观众朋友 审时夺势 健康平安 后续的这些发展 包括习主席 这次欧洲的一些进展 我们也会随时关注 给大家带来第一时间的点评 欢迎您给今天的节目点赞 我们进行了一个实时的突发的平息 具体谈什么 我们还不知道呢 进一步的信息出来 我们会再点评 谢谢您 欢迎您留言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大家好 欢迎收看世界的中国节目 今天是2024年5月6号星期一 这是本日第二期节目 这期节目分量非常重 比刚才讲的 习主席访问欧洲还要重要 为什么 他关系到千千万万老百姓的身心健康 也关系到前几年肆虐全球的新冠疫情 今天的中心人物是谁 就是马小伟 马小伟是中共的卫健委的党组书记 主任 但是5月6号刚刚有人发现在卫健委的官网上 马小伟的名字不见了 新任的党组书记 卫健委主任是2020年10月开始 担任卫健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的雷海潮 在这之前 马小伟长期没有露面 并缺席多个重要场合 盛传已经出事 那网上的一位名人 高瑜记者 曾经在2023年底的时候发过一个推特 说马小伟已经从医院病房里被带走了 但是这样的消息 中方当然从来不予证实 也不予证为 总而言之 他消失了 从他的年龄上来看 马小伟到今年年底才满65岁 对这样一个部级干部 尤其是卫健委这样关键的部门 没到退休年龄消失了 这里面有很大的异常性 所以这里面肯定是有故事的 雷海潮也很牛 大家知道吗 雷海潮是最新提拔的60后 他是1968年出生的 你看刚刚被提为正部级 那上一次60后被提拔为正部级 是谁大家知道吗 那就是陈吉宁 2015年1月 陈吉宁任环保部当组书记 这反映了年轻官员的任命 在习近平第23任期内速度变慢了 你看60后提拔 隔了9年才有一个 那这个陈吉宁是64年的 比雷海潮要年长4岁 当然也是很了不起的人物 大家知道再往前最牛叉的 最年轻的部级干部是谁吗 孙政才 孙政才在43岁的时候就当上了农业部的部长 这在当时真的是震动了官场 因为什么 中共的官场组织程序 那是有步骤 有安排 有讲究的 那作为孙政才这样一个出身平寒 很普通的家庭 除了机缘巧合以外 只有一种解释能说明他为什么43岁就能当上政部长 那就是能力非常突出 个人非常努力 在赶上天师地利人和 他就在43岁的时候当上农业部的部长 但是上帝是公平的 老天啊 早给你这个他晚了就会给你拿走那个啊 本来他已经成为了啊中共总理的接班人啊 胡春华接总书记吗 他接总理 他已经做好了这种准备啊 不但在思想上做好了准备 在后勤上在服装的准备上都准备好了 他女朋友送他个龙袍吗 给了他龙袍 他不但没有进行严肃的批评教育 反而给他密起来 藏起来藏在自己的大衣柜里 在中共中央对他进行查处的时候 把这个龙袍啊也抄出来了 你说这东西能饶了他吗 哎当年啊 他还跟中央写信说 哎呀我对自己要求不严格啊 辜负了党的期待 那现在啊 我也不愿意再当重庆的市委书记了 我也不愿意再当官了 我愿意重回科研院所 到个大学啊 我去研究我的农业去 我一心扑在农业上 为党和国家再做贡献 垃圾吧倒吧啊 既然把你弄下来 就得把你弄死啊 不然哪一天你要活了怎么办 所以孙政才 你看前啊 43岁的部长 哎就这样 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消失 从此不见踪影啊 你看李海潮陈杰宁 那都是非常牛的 来一下潮上来啊 我问了一下国内的老领导 我说 怎么搞的 怎么提拔这么快啊 啥背景啊 啥情况啊 啊 啊 那国内老领导说啊 那蔡书记啊 下手狠呗 提拔起人来 一个字的提拔 你说蔡是谁啊 蔡奇 蔡主任 应该说蔡主任 谁啊 中办主任嘛 对吧 蔡奇嘛 那为什么这事和蔡奇有关 我还琢磨了一下 我当然也不好意思跟老领导名问 老领导都告诉你了 是蔡主任提拔的 你还非得问为啥 说明你太不懂业务了 对吧 我仔细查了一下 得出了两个结论 第一啊 就是 雷海潮是北京市的干部 那是在 蔡主任的栽培 亲自的培养之下 成长起来的 你看 他原来啊 在2010年的时候 就担任北京市卫生局的副局长 再到后来 担任了北京卫健委的主任 8年以后 2018年啊 再往后调到了国家卫健委 2023年任副主任书记 现在刚刚当选为卫健委的一把手 党组书记主任 那是这个蔡奇的干将 还有一种可能啊 可能性不是特别大 网上有这种流传的声音啊 不但蔡奇在联海潮上位起了作用 还在马小伟滚蛋里面起了作用 为什么呢 有人说呀 2023年8月份马海下习近平去南非访问 当时他下飞机的时候 双腿站立不稳 下飞机旋机的时候 他走对角线啊 给人的感觉啊 就是刚刚中风过的感觉 那他是不是中风过呢 这个都是绝顶机密 我也不知道啊 这都是绝顶绝顶的机密 核心的机密 有一种传言说啊 习近平刚刚中风这个事啊 是 马小伟 在和中共的元老们聊天啊 拜访老领导的时候 透露出来的 所以也导致了中共的一些元老 以为机会又来了 要和习主席啊 掰掰手腕子啊 那这种事情 这就是政治性的错误啊 不但政治性的错误 还泄露了党内的最高机密啊 导致啊 党内的啊 权力格局 权力派别出现了微妙的变化啊 如果这事是真的 那 抓马小伟 他根本就不冤啊 但是这个东西只是一个传言 咱不对这个事情的真实性负责 只是我觉得有点意思 这种传言啊 有点意思 那为什么这个事情会和蔡奇有关 蔡奇管安全吗 对吧 党内管安全 管国家安全 管领导人的保卫 管这个 这个这个机密啊 管思想政治 管干部 这都是蔡奇的事 另外一个呢 就是管经济的 就是李强 所以现在是三驾马车 习主席底下带俩马车 一个是蔡奇 一个是李强 那这个事 如果和国家机密 和西日的健康有关 那确实归蔡奇管 也只有他能一声令下 把一个正部级啊 给他撸掉啊 所以这样仅仅是传言 再次声明 马小伟啊 呃 在中共的官场里面 官声不佳啊 声誉不高 为什么 我们看2023年 3月12号 在国务院总理李强提名 各部部长表决的时候 马小伟获得了两千 两千九百一十七票赞成 二十一票反对 是得反对票最多的人选 啊 你看就在这种严防死守啊 各方各面都布置的 妥妥当当的这种投票程序里面 他仍然搞了21个死敌 铁了性要把他拉掉啊 宁愿这个冒着会后被组织上被谈话的这个风险 一样把毛小伟拉掉 因为什么 马小伟这孙子是一假专家 他虽然是不见为主任 在整个的新冠疫情期间 他啊 没起到啥好作用 啊 没起到啥好作用 首先 他力推 动态清零 在学习时报上发表文章 坚决反对 旗帜鲜明的反对 与病毒共存 那最后怎么样 最后还是和病毒共存了吗 一夜之间 大家南北都解封了 而且在历史叙事 在教科书里 没人再提中国有 这个动态清零这回事 大白这个词都没了 所以马小伟啊 是可以说 是个倒霉的货 他替别人啊 这个作嫁衣裳 而且犯了众怒的时候 他就是那个背锅的 背锅的 那提到卫健委啊 我得多说几句 我对这个部门啊 比较了解 我给大家讲了李海潮 又给大家讲了马小伟 其实卫健委 最应该抓的是谁 大家知道吗 我告诉大家 这里面最坏的 最坏的是那个副主任 叫于学军 这孙子有多坏啊 他篡改人口数据 误导中国的人口政策 达四五十年之久 2010年的时候 真正的普查生育率 只有1.18 被于学军篡改 成为了1.63 然后这个于学军 还有这个相关的专家 去给政治局上课 仍然10年的时候啊 仍然建议稳定低生育水平 事实怎么样 事实证明 2010年开始 你放开生育都已经晚了 导致现在政府鼓励大家再多生都生不出来 没人愿意生 这里面就涉嫌数据造假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于学军啊 特别不是东西 所以他犯的错误 我认为啊 比个马小伟啊 严重多了 那我这个消息来自谁呢 来自大国空朝的作者 义福贤先生 中国1.1的人口专家啊 所以这些东西啊 每个部门你仔细看的话 那真的是黑的是一塌糊涂 抓谁都不冤 只有早抓晚抓的区别 没有别的大的区别 另外啊 他作为专家 在新冠疫情期间啊 对中共的 对整个中国的 因为新冠死亡的病例的统计啊 他起了极其坏的作用 我给大家读一段啊 也会贴出来这个截屏 他说疫情快速增长 难以避免会出现死亡案例 我要强调的是 死亡案例在所难免 对于死亡原因 要按照医学科学的原则 实事求是进行判定 是新冠肺炎死亡的 实事求是上报 不是新冠肺炎 或是其他疾病导致死亡的 也不能因为核酸阳性 就都棒成新冠肺炎死亡 这两类死亡的病例 也应当于现在新冠重症 和基础病重症的比例相一致 这个人是基础性疾病死亡 同时他也是新冠感染者 那他就属于冠心病的死亡 不属于新冠的死亡 就不能往上贴 大家看到没 大家看到没 这就是中国院士和领导的水平 这叫什么 这叫创造了精准死亡 灵活死亡的概念 你这个方法是科学的吗 是符合医学常识的吗 只要是新冠感染的死亡者 同时他也有别的疾病 你都非得说他是别的疾病造成的 比如说他又有心脏病 他又有新冠死了 你就说他是新 你就说他是心脏病死的 那这个数字能下不来吗 这样弄的话 是说实话是非常差劲的 因为病人的死亡 最后只能通过尸体解剖 通过相关严格的程序才能界定 这里面仍然有灰色区域 你作为国家卫健委的主任 你上来就说 只要是两种病都得 其中有一种是新冠 你就不能算是新冠死亡的 我去这有人这么弄吗 没人这么弄 所以这个马小伟这孙子 抓他并不 他被抓最重要的原因 我想还是医疗反腐 反到他愁伤了而已 反对他愁伤了 那这种事情 他有扩大化的风险 因为中国的中纪委也好 国家安全也好 司法也好 现在都有一个症状 大家知道吗 就是喜欢办大案 窝案 有些事情可没有关系 可有关系 可做关联 也可不做关联 那这种时候 为了邀功 为了证明大家这个业绩好 那纪委这些人 就喜欢给他做关联 那你说中国的医疗系统 出了这么多的事情 马小伟能没事吗 想让他有事 他铁定了有事 铁定了有事 那从去年以来 中国医药健康领域 特别是医药监管的机构的高官 频频落马 频频出事 都是非常汉人听闻的 2023年8月22号 药监局药审中期主任孔樊普 党委书记副主任崔恩学 双双被免职 2023年7月21号 中医药管理局局长于文明被免职 于文明刚干了不久 刚满60岁 离他退休 还有一段年龄了 但是接任他的于彦宏比他还大一岁 这证明了于文明也不是正常退休 而是被撸掉了而已 那现在中共在全国范围内对医疗卫生系统大开杀戒 抓了一大批行政官员院长书记 那前两天 那个北京基础团医院那个田院长 不是抓起来了吗 哇塞 富可敌国 而且这两天北京医学界的朋友跟我说了 田院长被抓的时候 大家都捂着鼻子 我说为啥捂鼻子 是对他的这种对不起党和国家 对他这种犯罪行径表示厌恶吗 不是 尿裤子了 田院长尿裤子了 大小便失境 搞得抓他的时候 大家觉得气味非常难闻 他怎么说 我根本就不奇怪 像这种院长连他的部下判个死刑 判个死缓 根本就不冤 而且抓他之前肯定有预感 已经提心吊胆 担惊受怕 恩年了 终于这一天发生了 而且是退休以后 那这家伙 他肯定大小便失境 不不大小便失境 反而奇怪了 另外 从地域上来讲 搞 大开杀戒 对医疗领域 最狠的是哪 大家知道吗 是广州 对广州 我给大家看看 就这几个月 广州都谁落马了 四月底 广东省卫健委前党组书记 主任段宇飞被调查 五个月前 段宇飞的继任者 广东省卫健委前主任 朱虹落马 两个一号 两个主任 纷纷落马 后来朱虹 是据我所了解 朱虹 朱虹是投案自首 自己实在不好意思了 投案自首 多人被查 那朱 这个朱虹被查 一个月以后 2023年的12月 广东省卫健委的 党组成员副主任 省中医药管理局的局长 局长徐庆峰被调查 4月22号被商开 移交司法机关 开始对他进行起诉 于庆峰这些人 干什么呢 经常接受私营企业组 在私人会所安排的宴请 使用高档菜肴 饮用高档酒水 并多次接受 私营其热主 所送的高档酒水等礼品 你看关键词是什么 是高档 吃的菜高档了一点 喝的酒高档了一点 那去年10月 广东省卫健委 党组副书记 主任陈元胜被查 陈元胜被查 那同样的政厅级干部 还包括南方医科大学 党委员书记陈敏生 哇塞 这都是 富可敌国 都是一方的霸主 但是你看被 从谁 黄奎明去了广东以后 那真是习主席的得理干将 那真是把习主席心里想的 国外党和国家需要的这个事情 宁可错差一千 不可放过一个 哇塞 把广东省上上下下 给抓了个遍 所以广东省医疗领域 极其的恐慌 极其的恐慌 这都是公布的 没公布的 他们底下那些 这个纷纷的被查 纷纷的被查 而且里面涉及到很多 红二代 红三代 因为涉及到这种事情的时候 那中央只要动了这个决心 只要不是那个 第一梯队的红二代 红三代 常委政决委员级别的 一般的红二代 红三代 这种里面都拔起 萝卜带起泥 卷进去了很多人 卷进去了很多人 所以这个事情 那真的是非常恐怖的 习主席真的下定了决心 但是黄奎明命不好 你看在这个 这个 医疗反腐的事情上 做得这么好 这个是习主席的排头兵 忠心干将 但是你看 在公共安全方面 又犯了大错误 这个梅龙高索 一口气死了 将近50人了 现在 这个东西 都不是一朝一夕处的问题 一查 那都是长期就存在这种隐患 只不过有关部门 要么就是没钱 要么就是不上心 要么就是既不上心 也没钱 导致的这种恶性事故的发生 所以黄奎明 带着他的省长 王伟中 到现场鞠躬 深深的鞠躬 表达歉意 这也是这个级别的干部里面 很少见的 说明这个事情的后果 也是非常非常严重的 那马小伟除了在疫情统计数字方面 上下其手 没有一点专家 更没有一点领导的风采 简直是胡扯以外 他还一个著名的一个发言 是说要在全国建方舱医院 而且主要的城市 要建永久性的方舱医院 大家看到没 从疫情的起源传播 到后面的应对方法 以及整个的疫情防控的措施 他呀 都把习主席和党中央给带歪了 习主席又不是防疫专家 他又不是卫健委的主任 对吧 怎么办 不得听你的吗 结果怎么样 结果你全给带沟里去了 那这个事情对党中央 对习主席本人在国际 国内的影响 可以说是非常恶劣的 这事谁承担责任 当然得是你马小伟承担责任了 你是主管官员 你是专家 所以说他背锅 他应该背这个锅 不让你来背 谁背呢 实际上中央这一次 是不是会对另外一个人动手 也是各界关注的焦点 这个人谁呢 就是孙春兰 孙春兰是整个防疫 是主管的中央的最高领导 副总理 那个他呀 和马小伟有特别的关系 大家知道吗 马小伟的太太 叫上红 现在是中国医科大学的院长 上红的父亲 是叫上文 是前沈阳当地的干部 曾经担任过辽宁省委 副书记 那是很早很早的 辽宁省委副书记了 他提拔了谁呢 他就是提拔了孙春兰 孙春兰一开始 是沈阳中表厂的工人 做表的 后来还在厂里 担任工会的主要领导 才开始进入政界 当时的辽宁省委副书记 就是上文 看中了他 一个字的提拔 后来他也做到了 大连市委书记 中共辽宁省委副书记 中华全国总工会的 党组书记 副主席 书记书第一书记 等等等等 当然他进入省部级 这个行列 孙春兰是在2009年 担任了福建省委书记 后来还担任直辖市 天津市委书记 中央统战部部长 等等职务 总而言之 在女性里面 她算是走了官运的 她的恩人 她的伯乐 就是马小伟的岳父上文 所以从这个角度讲 可以说这一家老小 都把习主席 把党中央给带歪了 孙春兰整个的抗议里面 作为最高的中央领导 来对这个事情进行 亲自指挥 亲自部署了 他就听马小伟的 那你说你这一家 你们是怎么整的 给整成了这个样子 孙春兰最恶劣的 除了重用马小伟以外 他最恶劣的是重用 北京一个街道的 普通街道大夫 叫叶才德 叶才德 这兄弟很有意思 基本上是个喜剧人物 我认为叶才德 应该归中华去一家协会馆 因为这兄弟会聊会扯 抗议简直是一团扯淡 就是他到上海 作为北京的专家去的 孙春兰给他弄到上海的 他一听好吗 传染病怎么办 传染 怎么防止传染 上铁皮屋 上那个绿格子 铁皮屋 把上海大大小小的楼 都给他封起来 这个铁皮屋 就是顺顺来看中的专家 这个搞的 傅才德搞的 所以你这么弄 整上下下下 你看整成了一个什么德行 从这个角度讲 习主席容易吗 习主席不容易 都被底下这帮人给坑了 怎么样 今天 内容比较丰富 干货比较多 把马小伟出事 以及谁提拔了马小伟 马小伟的太太是谁 马小伟的岳父是谁 和孙春兰有什么关系 医疗反腐反到了什么程度 在哪个地区反的最狠 我们都给大家一一道来 欢迎您给节目点赞 更欢迎您留言 谈谈您对马小伟出事以后 您再回想起来当年的抗议 您有什么想法 您对当前的医疗反腐 有什么见解 有什么经历 欢迎您留言 精彩的部分 我们会拿出来与大家共享 谢谢您 下期节目 再见 不管谁破坏捣乱 自扰挑衅 由我领命出征 战之必胜 你不必找寻我 因为 我一直都在 欢迎收看世界的中国节目 今天是2024年5月7号星期二 这是当日第二期节目 今天我们也聊一聊特殊战线 国安部长陈一新最近的遭遇 话说 国安是头号刀把子 谁敢给陈一新穿小鞋呢 谁敢让他日子不好过呢 有的是人 最新的进展是 4月29号 陈一新在中央党校学习时报上撰文 号召开展心无反运动 心无反具体是指 反颠覆 反霸权 反分裂 反恐怖 反间谍 那这个事情刚刚冒出头来就被打下去了 现在在国安部自己的微信公众号上 这篇文章已经被撤出 陈一新搞了个灰头土脸 搞了一个虎头蛇尾 这个东西它是非常有意思 我要给大家好好的去剖析一下 任何事情从利益分析法就能得出一个八九不离十的一个脉络和框架 陈一新为什么这么干 有句话叫65岁现象 就特别的适合他 为什么 重要干部 特别是腹部部级以上干部 到了65岁 就是内定的一个退休年龄 今年65岁的陈一新 如果没有什么意外的话 今年年底就应该退出第一线 到人大或者政协认个闲职 所以在这个时候 陈一新如果想再上位 必须拿出 让老大能够突破惯例 把他留任 甚至让他更上城楼的理由 那这个事情怎么办 他必须要打响一场属于自己的战役 这是为什么他要打响五反战役 但这个事情一露头就给打下去了 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那就是他做的这个事情 不是来源于习近平的亲自指示 很有可能是在中共涉及国安的各个部门里面 大家互相争宠 互相争宠 然后他就突出其招 你说他有没有给习会报过 可能会报过 比如说要发展发动群众 要在各个层面保证国家安全 对这种大而皇之的 非常generic的这些statement 就是这种大而皇之的表述 那上面当然不会反对 那他拿着这个圣旨就当令件 拿着鸡毛当令件 就开始搞新的无反运动 那这个事情恐怕就未必是上边喜欢 或者上边亲自同意的了 那我们看一看当年的旧无反运动 是谁搞的 那是毛主席亲自发动的 为什么这么搞 那就是在新中国建立以后 百废待兴一穷二白 好多老百姓吃不饱穿不暖 又面临着抗美援朝 这样一个重大的任务摆在前面 因为美帝对我国早已经虎视眈眈 不是打不打的问题 而是早打还是晚打 那打仗打什么 打仗都是打钱嘛 那这个时候 还没有彻底退出历史舞台的那些资本家 他们就和党内的腐败分子相勾结 让很多的党员干部 陷入一个一个的陷阱 这里面有贪污 有腐败 有不给力 躺平 还有更多的 当然就是上下其手 做内鬼 和资本家合作 掏空国家的良苦 掏空国家的 钱库 那这种情况下 事情已经发展到了不收属不行的地步 那当时毛主席转发了 北京市委 提交的报告 要开展三反五反 为此 毛主席亲自下了两个指示 一个是在1952年1月5号 是关于三反的 一个是在1952年的1月26号 关于五反的 五反这个里面 说的就很清楚了 毛主席为中共中央 亲自起草了 关于在大中城市开展五反斗争的指示 说在全国一切城市 首先是在大城市和中东城市中 依靠工人阶级 团结守法的资争阶级及其市民 向着违法的资争阶级 开展一个大规模的 坚决的彻底的反对 行贿 反对偷税落税 反对盗骗国家财产 反对偷工减料 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斗争 以配合党政军民内部的 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 你看这个事情开始以后 那可是中共建政以后 规模最大的一次政治运动之一 到后来当然也就扩大化了 导致全国的经济 在崩溃的边缘上徘徊 不但原来吃不饱川普的情况 没有改善反而恶化了 经济反而恶化了 那就是这个特点 就是说这些运动 就是一搞就容易扩大 一收就容易一潭死水 当时毛主席是下定了决心 要搞垮这些残留的资产阶级 更何况其中一部分人 在他看来还和蒋匪帮相互勾结 就是为了图谋颠覆新生的人民政权 比如说好多资本家 连给志愿军的物资都能虚造假 把发米变质的食品 大米罐头 没有经过消毒的急救包 都卖给志愿军 倒成了大量的志愿军战士 在前线治病治残甚至死亡 这个是可忍殊不可忍 你以为共产党是吃醋的吗 马上就整死你 当然这里面冤假错案多的是 我们不过多的讲毛主席 当年的奉公伟绩 而是说这个事情要师出有名 这样的声色俱立的口号 提的如此之高 有可能对国民经济 对社会发展 对社会运转的各个部门 产生深重影响的这种运动 贼老大亲自发起 你陈一新无非就是个国家安全部长 你连政治局委员都不是 你不是国家领导人 对吧 只有政治局委员以上才是国家领导人 你这么弄 师出无名 就算是上边赞同 也不应该是由你来宣布 所以这一个事情就显示这个人 着急了以后 进退失去 西主席喜欢什么样的干部 喜欢 叫进退自如收放鱼如 这一点上 陈一新年龄到了 忍不住 搞出了这么一出 结果就自己打自己的脸 赶紧把这个事情 自己灭自己的火 把文章撤了下来 除了师出无名以外 他最大的一个错误在于 场景错误应用场景出现了颠倒 现在是什么 现在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家经济体 正在受到欧美社会的权力的阻截 中国内需不足 房地产崩塌 银行体系摇摇欲坠 内需不足 外部的环境也非常的不乐观 他正在向全球推销新三样 就是电动汽车 电池 还有就是光伏产品 那这三样 也都在海外激起了很大的反弹 别的国家 尤其是欧美国家 这些反动派 正在动用经济的 法律的 甚至国家安全的 这样的武器 在对中国的出口产品进行反制 为此李强总理都已经坐不住了 去总理之尊 紧急召见特斯拉的老板马斯克 反反复复通过马斯克向全世界喊话 说中国的市场很大很大 外国人来投资赚钱大大的 为什么要这么做 之前就是因为外国人对中国修改后的间谍法 打击面之广 定义之模糊 心惊胆战 行走的50万吗 那不也是陈一新他们国安部搞出来的吗 到处都是行走的50万 电视片里女警察说了 树边低头走路的老头 公园里窃窃私语的大妈都可能是间谍 公安营举报 报准一个奖励50万 他们这么搞 连我回家跟同学吃饭我都不敢了 跟他吃啥饭啊 50万那就是首富都有了 他拿我就当他的房子的首富了 所以不能聊这个条 连我都害怕 老外能不害怕吗 在这种情况下 你又要搞一个心无反 你这不是要下跑外国资本家吗 你这不是又给国外这些反动媒体 这些反贼受人以柄吗 那更何况你这不是给反动派诉讼弹药吗 你看这边美国还仅仅瞄准了TikTok 这样的不嫌不淡的这种社交媒体工具 不涉及到核心的国家安全 美国都要赶跑你 你现在说好吗 要搞心无反 让人联想到 当年毛主席搞的三反五反 那是无数人头落地 无数家庭 妻离子善 那你再这么搞 你说让老外他是来还是不来 这不答案不是很明显的吗 所以这么弄 于人于己都不利 与国家整体情况 整体需要的国际环境更不利 我认为这个事情出了以后 最着急的就是立强 说你陈一新这么弄 不是让我见马斯克白见了吗 不是让我去达沃斯论坛 对着大家蒙讲 不是白讲了吗 所以左手不能打右手 要有总体国家安全观 总体是啥 总体就是 经济和国家安全发展 要等量器官 这已经把国家安全 提升到了一个 前所未有的高度上了 你现在不能耻鼻的上脸 要把国家安全凌驾于 经济发展之上 这么弄的话 这个经济还到底要不要发展 到底要不要发展 对吧 更何况 习主席已经把 今年7月份要搞的 三中全会的调子定下来了 就是要坚持改革开放 而且又把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 江泽民的三个代表 胡锦涛的科学发展官 到他自己的中国特策 社会主义等等 又念了一遍 那就是还是要讲究一定的延续性 还是要尊重老领导 还是要发展 要改革开放 你这个时候又出来搞新五反 你这不是给中央队着干嘛 所以从这个角度讲 陈欣这次真的是犯了大错误 他的仕途 我觉得非常非常的一个危险 那另外一个 这种事情特别容易扩大化 你看原来三反五反 是从北京天津上海这些城市开始的 后来很快就席卷全国 终于最后酿成了一场大祸 那这一次你看你国安不敢这么干 对吧 那别人呢 我给大家贴一条新闻 你看4月25号 中国的国家网信办 全国网络举报工作会议召开 牛一兵主持了会议 网信办副主任 这个会议说什么 要着力构建 叫捅得起来 落得下去的大举报工作格局 大举报是干啥的 大举报就是 人人正当举报先锋 这样的话 哎呀真的 他们国家不国 离当年的文革 简直就是只有一毫米的差距了 大举报这些词 三反五反这些词 也让大家特别容易联想起文革 联想起当年六亲不认 大爷灭亲 老婆举报老公 儿子举报父亲 一人揭发全家光荣 社会恐怖气氛 达到极点的那么个状态 所以这个东西不能轻易用 就算你可以这么干 但你不能这么说 对吧 最关键的是 国家安全机关 就像我在开头贴的圈权片似的 人家就是叫隐蔽战线的斗争 你不必找我 我始终都在 这不是国家安全片说了吗 你现在好吗 大家特让人人都来找国安 国安的性质不就变化了吗 你这不就是公然的要从幕后 走到台前了吗 这样的话 真的没有一个国家 是在长治久安 在一个正常的社会氛围内 让国安的职能 跑得这么靠前 跑得这么突出 这个事情本身就不是一个十分吉祥的象征 当我做这期节目之前 我跟一个心理医生讨论这期节目的时候 他说 这些干部也很聪明 他们就是知道领导缺啥他补啥 这个陈一新有貌似要POA习主席的这个可能 为什么 因为习主席有一整套关于安全的词汇 安全不离口 比如说政治安全 政权安全 制度安全 意识形态安全 等等 等等等等 他老提安全 安全部这些人 就老是给他灌输 安全出现了大的漏洞 安全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你得给我钱 给我人 给我上级别 最关键的时候 还叫老领导留任 这不是POA习主席吗 习主席什么人 千年的伟人 他能上你这个当吗 如果上了当 就不会让你把这个文章撤下来 现在撤下来就证明 习主席在明白着呢 他没上当 让你们撤下来 是让你们知进退 守纪律 讲政治 希望陈一新这次 真的是接受这个教训 另外我刚才讲了这么多 还有一条最重要的原因 放在这里讲 就是中共体系内部 最怕的是捞过戒 捞过戒 你这么国安部出来搞这个事 要搞三反五反 首先我看到网上 这个视频人蔡慎坤先生就讲了 这可能是军方十分不满 通过自己的渠道向上反应 就这么弄不行 哪里这么弄呢 因为中共内部 搞国安大概有三条线 一条就是国安部 对吧 国安部 这是正儿八经的 对我就是明门正派的 还有一个 就是总参 总参 人家有自己完整的一套国安体系 人家动用的是军事手段 可以说他们掌握的技术最先进 触角最广 最隐蔽 威力最大 你现在用国安部要颠覆整个的运转体制 对军方的安全体系 对军方的情报机构 并不是件什么好事 因为你给敌人 让他们引来了无谓的注意力 让我们做的很多部署 可能会越来越被动 那这种情况下 如果影响到军方的情报工作 那人家当然不愿意了 对吧 当然我才说了 是三个部分 总参案 还有国安部 还有一个就是公安部的政治保卫局 公安部这些也有人从事一定的 这个国安工作 那更关键的是 大家知道吗 国安是警察系列 这些大家知道吧 我发现很多人不知道 国安也是警察部队的一部分 既然是警察 那就受政法委的截止 现在政法委的领导是谁 政法委书记是陈文青 他是前国安部的部长 那陈文青能不能管得到陈一新呢 我告诉大家能管得到 不信 请看这条新闻 那在2023年的7月16号 7月14号 全国国家安全系统表论大会 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青 出席大会并且讲话 谁参会了呢 有中央纪委 有国家监委 政法委的秘书长 还有主题教育的指导组织组长 主持人是谁 主持人就是国家安全部的党委书记 部长陈一新 那标题里是谁 标题到于里是陈文青 陈文青再说一遍 人家是政法委的书记 人家是政局委员 国家领导人 他就管得着陈一新 要不然怎么会让他来出席 由部长陈一新 主持的国家安全方面的会议呢 那这篇表章大会 清楚的说明了 陈文青就能管得着陈一新 更何况他是你的老领导 人家本人就是国安出身 那你在这种情况下 你的思路 你不能悍然颠覆老领导的那一套东西 否则的话你这不是耻鼻的上量 你这不是给人家脸难看 要邀功请赏 要卖过二老板的头上 直接找大老板邀功吗 这是不行的 那陈文青对国安的思路是什么 就是我在刚才讲的吗 你不必找我 因为我一直都在 还有我隐蔽于无声 亮剑于无形 在没有消音的战场上 护国安宁 你这么弄 陈文青肯定不高兴 而且就在陈一新 在4月27号在学习时报上 要搞心无反运动以后 不到十天新华社消息 5月7号陈文青就在政法领导干部 学习班上 做了专题的讲话并且辅导 他讲的话的核心是什么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 要在法治的轨道上防范化解重大的风险 要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 化解矛盾防范风险维护稳定 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国家 我认为这个会就是冲着陈一新开的 你看也没让他去开会 但谁去开了 大家看到没 王小红官部长主持了开班式和专题辅导 张军应勇最高检最高法的领导都出席了 这个会就是冲着陈一新开的 告诉你你那一套行不通 一切要在法律的范围内进行 中央政法委在这个事情上说了算 你绕开政法委自己搞什么三法五反 等于白弄怎么样 立马给你掐死在摇篮里 掐死在摇篮里 而且张军应勇也出席说明了啥 你国安你不是牛吗 你弄这弄那 你抓这个间谍 抓那个间谍 最后你也得审判 对不对 那审判在谁这 张军应勇在我这 政法委管着他们 你总不能弄一个案子 接不了 再弄一个案子接不了 很显然 陈文青通过开这个会 就把这个心无反运动 消灭在了摇篮里 也让陈文青知道 想绕过自己 搞任何动作 都只有一个字 就是失败 所以通过这个事情 我们发现 体系内部 虽然有了一尊 有了众星捧月的悲斗星 仍然是大家各打各的算盘 各扯各的梁子 那陈一新和陈文青 在这个顺序上可以说撕破了脸 后面国家安全的事情就变得不好办了 互相撤肘 那是完全可能的 好 今天就这个事给大家聊一下 欢迎大家给节目点赞 更欢迎您谈一下 您觉得这个事件 是怎么回事 您的理解 为什么刚刚发出的心无反运动的号召 就胎死腹中 您的留言 我都会仔细观看 精彩的部分 我们会拿出来与大家共享 谢谢您 我们下期节目 再见